大家好 欢迎来到玄乎神乎 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小兰 以前我们有介绍过 有人听到声音就能看到颜色 有人看到字母就能闻出味道来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另外一种特殊的人 他可以通过一个人身体上发出的气味 来诊断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这就叫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是啊 冷泉岗实验室成立于1890年 它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定的癌症中心 也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研究机构之一 这个研究所在医学界被认为是很有权威的 是因为这个机构是八位获得诺贝尔奖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的家 真够厉害的 在这个领域获得诺贝尔奖的从1901年到现在 总得奖人数也不过就是200多人 而这个研究机构就有八个 对啊 据说到了2050年 你就不需要再依靠什么抽血啊等等手段 来检查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大病了 你只需要进入一个同大型计算机相连的 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房间 深深的呼上几口气 然后呢 有一台具有叫申鼻这么一个人工智能仪器 它就可以根据你排放到空气中的分子 开始进行处理分析 然后你的检查报告就会被打印出来 你马上就知道你有没有得什么大病了 哇30年以后哈 这科技厉害成这样了 不过我还是相信自己 我的命可不能交给一机器人哈 不过呢这个电脑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呼吸就能判断我们身体是不是有病呢 它呢是靠我们这个发出来的气味来判断的 冷泉岗实验室教授库拉科夫根据人类的这个嗅觉特性 对数百万个挥发性分子进行分类 它计划呢把所有的这个气味都分类到一个人工智能网络中 那一旦建成了这个deep nose就这个申鼻的这个系统呢 它就能够做出气味诊断 据说还可以帮助边境巡逻 还可以闻出旅客你有没有携带什么易燃易暴品 当然了还有毒品 这个人工智能就代替狗鼻子了 据说这熊的嗅觉是动物里啊最灵敏的 一只熊的嗅觉呢比人类的嗅觉要强2100倍啊 而且熊的嗅觉区域是非常宽的 一只熊可以探测到大约20英里以外的动物尸体 但是动物的嗅觉再强也不能给人做疾病诊断呢 是啊那最近的研究啊就发现 许多疾病包括癌症肺结核还有帕金森症 它都可以通过这个申鼻来进行诊断 因为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人体的这个代谢过程 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运作 释放出不同的分子来改变我们的气味 那这些分子呢都携带着有关我们健康状况的这些信息啊 库拉科夫他就说了 帕金森病的这个患者会产生异常大量的皮质 这是一种由皮肤皮质线分泌出来的一种生物流体 可以被敏感的这个鼻子检测到 说到这帕金森啊 可以被鼻子检测到 这让我想起以前我看过的一个报道 说有一位女士啊 她拥有罕见的这种超嗅觉能力 她可以轻松的就闻出帕金森综合症患者 这个人呢叫乔伊 是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名护士 年轻的时候啊 这个乔伊根本不知道她自己有这种天赋 如果没有她的丈夫莱斯 那乔伊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具有这样的超能力 她丈夫得了帕金森症啊 慢慢听我道来 乔伊和莱斯呢是在高中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乔伊就回忆说 这莱斯身上有一种可爱的男性舍香气味 大学毕业以后 他们俩结婚了 开始了非常幸福的生活 莱斯成了一名医生 这乔伊成了一名护士 乔伊说呢 虽然生活中他和先生会时不时的在某些事情上发生分歧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吵过架 说明他们的家庭生活还是挺和睦的 没错还挺美满 乔伊说啊 在结婚大约十年以后呢 有一天啊这莱斯下班回到家 他突然就感觉到丈夫身上的气味有点怪 身上一贯带有的那种可爱的雄性舍香味 突然就变成了一种令人非常讨厌的那种酵母气味 他认为呢一定是先生在医院里 被一种特殊的东西给熏到了 可是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 他先生身上的这种气味啊 似乎变得是越来越浓了 所以这乔伊呢就不断的叨了他的仙上 哎说你这个早洗的不够 你得多洗澡 因为他天天的这么叨了嘛 莱斯就非常生气 莱斯说哎我闻不到我身上有味 而且其他人也闻不到 怎么就你老埋怨我呢 请你以后不要再这么说了 乔伊就想啊别说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他开始觉得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他丈夫的气味了 连他丈夫的个性都开始改变了 他丈夫变得更加的喜怒无常 没有那么宽容了 渐渐的这个家庭中啊 这个争吵的事情越来越多 越来越激烈了 有天晚上 这乔伊呢被莱斯就给弄醒了 这莱斯尖叫着 并且使劲的就摇晃着这个乔伊 这说明他先生真的是有病 是不是大脑有病 还真不是 这个乔伊似乎他不是想刻意的就是有这种表现这么做 后来呢 莱斯呢就去做了身体检查 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 当时啊他只有45岁 在接下来的20年的时间里 乔伊和丈夫互相之间尽量的理解 生活呢还算是美满 但是呢仍然会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失去了工作 活动的范围呢也慢慢的变小了 他们的世界正在慢慢缩小 后来他们决定参加一个 为帕金森患者设立的一个帮助团队 第一次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乔伊就意识到房间里的其他人 也和她丈夫莱斯一样 身上发出那种油腻发霉的那种气味 这是乔伊在莱斯31岁的时候就发现她丈夫身上的这种气味了 乔伊就想知道这会不会是帕金森患者身上带有的独有的气味呢 有一天呢在回家的路上 乔伊就把这个想法就告诉莱斯了 这莱斯听到以后眼睛瞪的大大的 他就很纳闷 他是一名医生 他就明白乔伊跟他说的这些意味着是什么 后来他们就联系到了爱丁堡大学 专门研究帕金森症的研究人员 可是没想到接待他们的一位研究人员呢 当时就表示不可能不感兴趣 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位研究人员就说 为什么帕金森会有气味呢 他不认为像帕金森这种神经性的疾病会有什么气味发出来 其实有这样的反应我觉得也正常 毕竟科学上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有意思的是 这几个月以后那位不感兴趣的研究人员 听说有一项研究表明 这狗可以嗅出癌症的味道 这就让他想起了乔伊 所以他就马上找到乔伊 要求对他进行一个测试 研究人员给乔伊12件T恤衫的样品 这12件衣服是来自6个正常人和6名患者的衣服 让乔伊纹这个后背而不是腋下 结果乔伊判断出是7个人有帕金森症 那说明乔伊的判断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当时研究人员也认为乔伊的判断能力 不会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是没过多久 就是被乔伊当时误判的那个人 他就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 这也就说明乔伊是在这个人被医生诊断出来之前 就已经发现了他患有这个疾病了 对啊这就像是乔伊他先生啊 在被确诊患病十多年之前 这乔伊就闻出他先生的这个味道不对了 对啊 帕金森症呢是一种神经性的退行性疾病 是常见的神经系统病变之一 他是由1817年英国詹姆斯帕金森医生 首先发表过一篇记录这种病的医学论文而得名 听我的一位医生朋友说呢 帕金森症的早期诊断还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种病是由于大脑里被称作黑质的这个部位 出现了急剧性的功能退化 无法产生一种神经传导物质 这个物质叫多巴胺 所以呢就会造成大脑指挥肌肉活动的这个能力 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那当患者知道他们患有这种疾病的时候 他们大脑中的多巴胺这种物质 可能已经都失去一半了 所以说啊治疗起来也就很困难了 现在呢世界各地很多研究人员啊 都开始跟这个乔伊合作了 而且还发现乔伊可以识别很多种疾病啊 包括肺结核阿兹海默症还有癌症和糖尿病 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很多病多达几十种啊 都带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前面您提到的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叫 深鼻的人工智能仪器 大概就是把所有这些跟气味有关的数据 都输入到电脑系统里再进行分析处理 不过呢我相信人体的潜能应该是非常大的 现在不是有人脑的计算速度超过电脑的案例了吗 只是科学上还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种超常的人 无法解释这些超常人的大脑又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认为啊能够让那些人显现出他们超常的能力 也许呢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我们 神造的人本来就应该是很神的 但是在心灵层面呢我们的这个境界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那如果人人都能使用这些能力了也许啊这世界早就大乱了 您的意思是说其实人的很多能力被限制住了 对呀你看历史上记载的那些修行人 修的好的不都就有大神通吗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您说我们花这么大的精力去研究怎么样去诊断疾病 还不如多花些精力去探索怎么能让我们的身心更健康 是啊人人都达到身心健康了至少就没有那么多社会问题了 也就没有那么多身体的烦恼了 对